我们已经驶入了哈达厄尔的峡湾 看这是哈达厄尔大桥 大家好 我们又停船了 这个地方叫IDField 差不多这么个发音嘛 就是屏幕下边这个地名 今天在这停船一天 晚上八点出发 我们又买了一个小火车票 准备全程转转转一个小时 这样小啊 是特别爱坐火车 见着火车就没够 长得像火车的汽车也是吗 对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小学 这是小学的操场 太帅了 这个草的质量太棒了 刚才介绍了一下里面 就是它的这个镇子上的老教堂 石头做的 看这边是一片墓地啊 村子里边的墓地了 我们现在坐了一个大众的凯伦威酒座 然后要去看瀑布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小哥们这车开得巨快 上车就摔着 上车就摔着 诶 睁眼了 挪威人跟瑞士人一样 真的善于开动啊 他们在山里面修这种盘山路 哇塞 太厉害了 就是修这种立体的盘山路 在国内一般的隧道只有直行 穿行 这凯伦威开了半个小时 现在到山顶 我们去前面的瀑布看一看 人还挺多的啊 我天哪 又是这种空着的 我就特别发出 哦 这么高啊 我天哪 我实在是不敢往前走 我觉得脚踏实地是最踏实的 哇 他俩在那拍照 我不敢过去 我的天哪 这要是恐高的话 还真的谨慎 我就发出 我现在腿打软 然后天哪 看这个高度 怎么得有三百米吧 太帅了 哇塞 看底下都是彩虹 哇 这水量巨大呀 哎呦 看到我腿都哆嗦 不敢往前走了 他们俩还是胆挺大 上面特别的凉 那我昨天新买的新衣服 就在马路边上一小店 一个软壳 还防水 还不错 还不是便宜 还能退税 好吧 我们现在 呃 坐车下山了 我们已经下来了 又回到码头了 后边呢 这有一个游客中心 我要在游客中心 在待一会儿 因为游客中心有网 我在这又蹭网 把编好的视频发上去 船上面的网啊 特别的贵 这几天的费用是290欧 我靠 将近2000人民币 我这张手机卡 两年也就是2000块钱的费用 所以太贵了 我接受不了 呃 我又舍不得用 自己的那个流量 来上船 所以呢 我就每天 给大家传视频 都要找网 找地方蹭网 我们吃了好几天的自主餐了 今天换换口味 来到一家牛排 这算什么牛排馆吧 嗯 但是这家店呢 是收费的 我们给二小点了一个薯条鸡块 他的最爱 小妈点了一份牛排龙虾尾 小小一份奇怪的 意面不要酱 输入员都很纳闷 不要酱 我吃什么呢 我吃空气下午吃了一大汉堡 特别顶 所以我就看着他们吃了 他们吃不了的我就 嗯 好吧 开动 Good appetite 干嘛 你要干什么 好吃吗 好吃 还不知道牛排跟那个黄油这么大 超级大 你呢 好吃吗 你吃什么叫好吃 就是薯条啊 听着一个背景音乐 还有这把Gives的Last Poe 太酷了 今天晚上的主题是Rocky Roll 嘿